中国人一直相信死者为大 如果亵渎死者尸体 必遭鬼魂报复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在古代 人们会通过各种做法仪式 尽量满足死者生前的要求 由于中国人传统的乡土意识 民间相信 对死者最大的尊重 就是让其液落归根 这个就不得不提到 恐怖的湘西感尸 在中国的历史上 感尸难见一证实 记载一种神秘的存在 感尸人是如何做到 让尸体造成人的感受 在真实的历史上 感尸是苗仍流传已久的巫术 这种巫术能让死尸跳跃行走 其姿势 脱似我们小时候看过的 党片僵尸 根据旭谱县制的记载 满清被建立以后 每逢湖南各州府要处决犯人 感尸道士都会来到法场上 准备将克己死囚送回家 根据粤威草堂记的记载 行刑结束后 感尸道士会将曾杀 至于死者的脑门星 背堂星 脚掌星等奇数 以此留住死者的踢破 然后在死者身上压上绳符 再用五色布条绑紧死者 最后 道士练起咒语 突然大喝一声 起 克己死囚 便会硬身站起 然后这些死者 就在道士的带领下 一步一步 回到湘西老家 尸体为什么会自己跳跃行走 相信很多现代人 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但是在古代 一个一个死人整齐排队 传说在深夜之中 这风景就是想想 也觉得阴森恐怖 民间传言 如果活人在路上 不小心挡住了死人的龟路 这些死人甚至会开口说话 这个时候活人一定要说话 否则 尸体发起怒来 就是敢施道士 都难以压制 恐怖未完 活人究竟要说什么 才能避免尸体袭击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进入微信公众号 可以知道答案 转发视频 还有机会获得500元大奖 详情可咨询节目客服 现在恐怖继续 敢施道士 带着尸体们 行走在丛山峻岭之中 一路上都会敲着铜锣 在前开路 沿途居民听到铜锣声 需关门庇护 以免尸气残身 根据湖南楼底的民间传说 即使没有挡住尸体的龟路 但只要靠近尸体 都有可能沾染死人身上的尸体 或立即死亡 祸鬼上身 根据日本老兵小池食言的回忆 1944年8月 清华日军攻入衡阳 战后 有一个敢施道士 在战场上收集了几具尸体 并做法 把他们带回湘西安葬 在路上 有日本兵挡住了敢施队伍 这个日本兵以为 这些尸体都是活人假扮的 因此粗暴地搜查了每一具尸体 对死者毫无尊重 当得知这些全是货增价实的尸体时 日本人立刻就绿了脸 连忙给赶尸道士让路 此后 有一个摸过尸体的日本人 越发觉得身体不适 诡异的是 二战结束后 这个日本人回到日本 越发变得神经变态 1946年 这个人残忍地杀死了几名日本女性 每一次杀人后 都要把尸体祖熟吃下 每次杀人前 他都要说一句 然后疯狂杀戮 这个人后来被日本警察抓捕 并供述了自己从遇见赶尸 到现在的全部经历 过了不久死在狱中 医生通过解剖发现 这个人 这个人的内脏器官 早在二战时期就已经腐烂 那么 一个内脏全腐的人 究竟是怎么活过几年 并且在日本本国杀人呢 几百年来 感知一直被许多人 视作是诡异恐怖的灵异传说 无论幸与不幸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记录生命可贵 切不可亵渎每一条逝去的生命 方可求得自保 想要了解更多怪力奇谈 就请订阅我们 或者转发视频 你们的知识 才是我们下一周 恐怖继续的动力